我当时眼睛就红了 我觉得我的驸马不错 很有志气 你们搞事情 爱卖 我这都不好意思读 赵金麦真是巨炮脸 每个角色都不一样 你们看这是什么 比心 和好呀和好呀 哈喽 又酷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赵金麦 在度花年中饰演 长公主李荣 我知道这个是 就是他走上来嘛 然后问他你来干什么 然后他说陪你复死 或带你回家 我当时我读到这的时候 我就特别感动 然后我们走戏的时候 走戏第一次看到他 从远处一点点走上来的时候 我当时眼睛就红了 就是我就会 就那种场景 你真的会被打动 我只希望我的妻子 能如他心意而活 我对妻子的宠爱 并非给他一个金丝鸟笼 而是无论做什么 我都能让他肆意去做 觉得就是 有一种两个人 并肩前行的感觉 而不是在这段感情里 谁占主导地位怎么样 就可能看起来 是公主说了算 但其实是因为 他都会爱你 所以两个人是 并肩前行的 只有没本事的人 才一定要妻子 比自己弱 来彰显自己的本事 觉得 我的驸马不错 很有志气 还是我有眼光 公主严选好驸马 哦 对 自开机到现在 有关注网上讨论的 一些话题吗 你知道什么吗 你说说 放大近视看评论 春艳像古装版 《非诚勿扰》 这么说确实有一点 各种男嘉宾 但是这个 裴文轩一定是走后门 赵金脉真是巨炮脸 每个角色都不一样 哎哟 多谢各位台爱 那个 请大家到公主府吃席 挂在 驸马帐上 哎卖 我这都 不好意思赌 卖卖台词好决 听得好起鸡皮 你们看这是什么 笔心 没有没有没有 这个 夸张了夸张了 这个 剧中有很多现代的台词 拍摄时针对这一点 有跟导演编剧讨论一下吗 对 就我们当时拍的时候 会觉得有一些词 挺现代的 但是 因为有很多都是 就是原著小说里的 然后就会觉得 大家可能喜欢 这个原著小说 也是因为它比较轻松 没有 就是那么的 古装的 感觉 就 所以说我们就尊重了 呃 原著 对 现在部分观众会放大镜时追剧 如何用一句话回应 拿放大镜看剧的观众 大家如果看到什么好玩的梗 就是 叫上我也看看 就是很感谢大家能 就是喜欢杜华年 对 上次华年喜宴上 当众看名场面戏份 有什么感受吗 贴脸开打 就是 你们搞事情 接下来看emoji表情包 来猜测对应的是哪个名场面 然后依次进行解析 名场面解析 这个是不是 裴文轩 雨中 向我告白 然后 太心思地转身离开 我又去追她 对 那我们聊聊 雨夜告白这场戏 当时李荣对裴文轩 说了很多话 她说那些话时 有意识到会伤到 裴文轩的心吗 其实她的本意不是说去伤害裴文轩 就这个我们也是有讨论过的 就是说她在这个时候已经表白了 为什么我们后面的关系还是停留在一个状态 没有往前走 其实是有一点 就是不太合理的 所以我是觉得当时李荣和裴文轩的心态 是属于一个不从目的状态 那个时候李荣 只是他们冰释前嫌了 而且她真的 以为的是裴文轩喜欢情真真 我已经如此声明大意了 我还为你安排好了轻视 你居然生气怪我 就非常不理解她为什么生气了 所以那场戏的作用就是 让李荣知道 原来之前的误会解开了 那她现在说她之前喜欢过我 那我后面应该怎么办 所以其实是一个解开误会的一场戏 对于裴文轩的告白 李荣是怎样的心情 对于她的告白 她也是很懵的 但是当裴文轩真的走了 我会觉得天哪 不管是作为朋友也好 还是恋人也罢 我难道就是要失去她了吗 因为裴文轩对于我来说还是很重要 非常重要 所以我才会去跑下马车去 再去追她 然后在这场戏之后 因为那个时候 他们要建立督察司 有很多事情都没有去处理好 那个时候她也觉得自己不够强大 觉得只有你足够强大 你手里有这些权力的时候 你才能够有资格去爱情 这个是李荣当时的一种心态 所以她决定就可能逃避了 就她退缩了 她决定的是先搞事业 现在回想这段经历时 有什么话想对裴文轩说吗 裴文轩其实我知道你 再去表达出自己的心意 只不过当下对于我来说 太过于突然了 而且我眼下的局面 我不知道该怎么去处理 这样的一段关系 你再给我点时间 明场面解析 蝴蝶侠 花海 这么小 你这样 你也要多伤心 不落的心果 心润满落 对 可以聊聊蝴蝶侠之后 李荣有着怎样的感受 误会就觉得完了 真的上人心了 天哪我怎么 怎么这么蠢 没有注意到她的那些种种举动 一心都想着去给人设伏 完了 这个怎么办呀 这个怎么追回裴文轩呀 但是又好面子觉得说 哎呀 不行 就破关的破摔吧 但是回去了 还是觉得自己心里最放不下的人 还是她 觉得没有办法失去她 所以主动去言和 就是李荣 那个阶段 她没有办法给你一个很明确的承诺 但是 其实你会发现 她一直在对裴文轩好 她在用自己的方式 所以她心里不是没有 李荣说裴文轩失去了惯来的理智 有没有觉得这句话伤到了驸马 她第一反应绝对没有 就是李荣这个人吧 她厉害 但也有的时候让人生气的点 就是她太理智了 所以她说这句话完全就是 就是在跟她讨论这个事情 但是这句话真的伤了皮文轩的心 如果没有发生那场误会的话 幻想会是怎样的表白现场呢 我觉得 可能会特别的感动 我还是觉得有一些危险 就我觉得这个吵架 也可能是更加促进一种的一件事情 如果蝴蝶侠一事 反而对两个人的感情 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 是的 就是你一旦马上要失去什么东西的时候 你才知道她万分的珍贵 这件事情之后 两人的感情越来越明确且笃定 哎呀 但是很着急的就是 那之后 李荣好像还是让她等 我就是在想 哎呀 她咋一直一直一直就 彭文轩都那么主动了 咋还不回应呢 就是作为曼曼本人都跟着干着急 对 对所以就在处理的时候就比较难了 当然我是从一个 可能是一个读者的观众的角度去看这个事情 但是 必须还是得带入李荣的心态去 回想这段经历时 有什么话想对裴文轩说吗 裴文轩真是 对不起 你的那些银子啊 我都给你报销了 你不要生气了 你坏了的衣服 我也在给你买 你坏了的琴 我也给你买 和好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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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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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